好 今天是11月20號 來講昨天禮拜五 11月22 20號的交易紀錄 今天是11月21 昨天有平常掛單一口 140.5 美綠 結果有成交 這是交易紀錄 好 那美綠就昨天 又跌回去 然後 跌到13MA 那13MA 5MA跟144MA 他都是 扣底價都滿 比這邊低啊 比目前這個位置低 所以他會往上走 啊有這三條均線 所以我就先 空單回補 這是算是一個 關卡吧 除非他 跌破或支撐不足 我才會繼續空 那我是預期他會 可能會反彈 反彈到這三條均線 然後再來做空 其實他目前還是弱勢股 還在計現下 算很弱勢的股票 嗯 這個60分鐘 也是一樣 67 如果他股價在那 鬼混 他是會往上走 30分鐘 空線 嗯 禮拜一 禮拜一結束 或禮拜二 會有這一段時間 12345 就是下個禮拜 他的那個 只要這邊沒有跌破的話 他都會 均線是往上 144 會往上彎 那我覺得這個 銀輝比 蠻大的 那要不要進多單 還在考慮 因為他在計現下 算比較弱勢 所以要考慮一下 那 我目前 手上已經沒有任何 部位了 目前是空手的狀態 那 話 還是講一下 目前觀察的標的 化碳 化碳 化碳也是一樣 他144也是往上走 那我昨天有講 他要把握 這兩天 要趕快跳上去 那禮拜一還有一天 他的 扣體架是226很低 禮拜二就 232 就1234 有 4天 扣體架要往上 所以 禮拜一如果還不轉 墻 可能我會 進空彈吧 可能會 有可能 不一定 不一定 雖然他意思是往上走 對啊 要撐個四五天 能不能撐住 就是 這邊支撐有沒有能撐住 我就不知道了 希望禮拜一能趕快攻 那至少要 站上 呃 我還是覺得他能站上 比較好 要不然 2 3 4 5 6 都6 都是往 那個 13MA會走平 也有可能13MA會走平 5MA被他往上走 那就還 勉強接受 那 我還有觀察的 其他的 還在考慮要不要進 像滑星科 也不錯 但是最近 突然 長上去 我是希望他會活一下 看 看 他只要能在這邊 在這個附近 都有機會 看 六七 這邊都是往下扣 是一段 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會讓他的六七 往上走 那 意思是經過一個月 兩個月 然後他的28七 還在下面 看他回下來 再考慮 要不要進多單 那 嗯 其他的 這個是化漢 的籌碼面 上禮拜真 籌碼 這個準 看這一週 這一週是 收黑K 這上禮拜 籌碼增加 但是 收黑啊 所以 看這 也沒多準 不過 就參考了 那 綠 持續 減 反正我是不會 就是把他這樣參考 我不太相信那些東西 那 還給我 這個網龍也蠻強的 網龍 有 有點 密集站上去 他如果能再 回來 整理的話 然後 要在這個 六七的 因為六七接下來 就會在這邊 有好幾條軍線 都會在這 五十塊附近 往下扣 一路往下扣 扣到 四十三 那 我希望他能 修正到 這 可能 五十五附近 吧 五十五十五附近 可以考慮 進朵蛋 然後 賭這個 會不會來這 Fird 我不知道他 看他業績好像還好 會不會上去 不曉得 不一定准啊 怕就怕他上去又下 疊得太誇張了 會再玩一次嗎? 這種 這種用的那種方法好像是沒什麼用的 真實在太誇張了 呵呵 應該說他長太高了 這個規律率也太高了 所以才會掉下來 要不然你用軍軒去看 對啊,軍軒都往上走 結果他就這樣直接移路下來 所以這種 有些股票不能用這套方法做 就沒有用 這邊都是斜率往上 結果一點支撐都沒有 他還是給你跌下來 所以這套方法 不可以用這種 這種極快的股票 應該是沒有用的 華興哥算 中型股吧 我也不知道股本多少 也許可以 啊 華航也蠻強的 不是 長榮航 長榮航 也被他拐上去了 不過上面好多壓力 這一堆壓力 還是算 看起來 壓力好沉重 長榮航應該不會去做 好 昨天 美股又跌了 我最近也沒什麼在參考 我們的指數 不過他這邊還有守住 而且量看起來還好 只是我的個股 好像跟他沒什麼 多大關係 只是稍微看一下 好今天就講到這